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1年311 日本大地震和之后的海啸 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事故 东京电力公司在其厂区存放了上百万吨的 还有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染水 然而 在2021年4月 日本政府宣布将在2023年将核污染水经过处理 并稀释后排放入海 亦是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质疑和批评声浪不断 尽管日本渔业团体 不分地方的官员等 数度表达强烈反对这一处理方案 日本政府依然一意孤行 今年4月 东京电力公司完成长约1030米的海地隧道挖掘 6月5日 东电公司开始向隧道中注入约6000吨海水 而就在同一天 东电公司发布消息称 今年5月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鱼类体内所含有放射性元素色超标 达到日本法定标准的180倍 日本执意启动福岛和废水排海工作 引发台湾岛内渔民担忧 台湾地区多个民间团体日前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日本此举 据台媒报道 不少台湾渔民对渔货一旦受到核污染水污染 渔驾崩盘而忧心 希望民进党当局对应 硬起来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 台湾银兰县苏澳镇南方澳渔港 董幸船长表示 核废水会随着潮水流动 进而改变各地的海洋生态 真的很可恶 日本说会稀释 过滤都是骗人的 苏澳区渔会理事长蔡元农表示 黑尾鱼 鬼刀鱼 青鱼 都是南方澳大宗渔货 这些每年高达二三十亿元新台币的鱼产品 届时若是受到日本核废水污染 当地渔民生计就会大受影响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宝 直批民进党当局 不顾台湾渔民生计 不顾台湾民众健康 拥抱废核神主牌的民进党 此次处其温顺 碰到日本就变成软脚虾 连抗议生都不敢让人看破手脚 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王武郎近日指出 福岛核废水排放入海后 其中残留的放射性物质 只需57天 就会污染太平洋大部分区域 台湾岛周边的海产 以及沿海灌溉的农作物 都会受到核污染 全台沿海生态将会受到 几乎不可逆的破坏 对台湾实案与环保产生极为严重的冲击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 劳动党主席吴隆元表示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民进党当局却只表示遗憾或关切 台湾地区民众不仅要抗议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的错误作为 也要谴责双标软弱的民进党当局 守护台湾食品与环境安全